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企业伦理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教学节目 我们首先介绍今天和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 江继正 江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非常谢谢江继正老师的参与 那么本课程的学习目标 主要是希望同学们能够了解 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与演进 第二 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各位同学知道 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称为Corporativ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CSR 它的概念的发展背景 主要是源自于20世纪工业发展集盛之后 所引发的人文反省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已开发的先进国家 在工商业发展到达一定的经济成熟度以后 人民与企业开始省思 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应该只是局限在传统的法律 以及经济的责任 而应该包含更多样的社会伦理责任 因此管理学者David提出社会经济观点认为 企业如同社会的公民 营运过程对经济 社会与环境产生影响 企业责任不应只是增加利润 应该对外承担更多的责任 才能使得社会平衡 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 定义CSR是 企业承诺持续遵守道德规范 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并且改善员工及其家庭 当地整体社区与社会的生活品质 也就是强调 必须要对利害关系人负责 包括企业经营核心相关的利害关系人 企业内部包括股东 董事会 经营团队与员工 企业外部则包括消费者 供应商 通路 合作伙伴 竞争者 当地社区与利害团体等等 那么欧盟的对于社会企业责任的定义是 国际上最被直接的 它指的是在自愿的基础上 透过企业与股东的结合 将社会以及环境的议题 纳入商业营运与利害关系人的互动当中 为了使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更符合时代性的趋势 CSR也随着时间的演变而有所调整 管理学者Carol 曾经将社会责任的概念 发展的过程分为四个时期 他们分别是1950年代的原始初创期 第二 1960年代的大量文献探讨期 第三 1970年代是社会责任激荡期 第四 1980到1990年代是朝向社会责任模型整合的时期 我们首先来介绍第一 1950年代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原始初创期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源于1950年代 经济学Howard Baldwin提出的社会企业责任 他的定义是企业是权力与决策的中心 其作为与社会大众息息相关 应该符合与满足社会的价值观与期望 因此主要的义务是追求符合社会价值观与满足社会的所有活动 自此以后 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概念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 所以Howard Baldwin被誉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 我们来看第二项 1960年代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文献发展期 在1960年代开始 有许多的学者 包括Frederick Walton 开始试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描述其清楚的定义 Frederick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 企业在生产过程及营运过程 都应该以提升社会福利为主 那么企业家应该监视管理 整体企业运作 以达到符合社会期望的目标 那么Watton他强调若要实现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家应该了解企业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并且需要了解利害关系人的目标与价值 第三 1970年代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他的公共责任与贯穿体系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第二是Carrot的社会责任的四个范畴 第三个是Ackerman跟Sethy的企业社会责任 回应观点 我们首先来看Priston跟Post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 新思考 他指的就是将社会责任的观点 转变为公共责任的观点 他们认为 在公共责任的原则中 管理的责任范畴并非是无限的 而是社会整体架构下负起某部分的责任 管理学者Carrot定义的企业社会责任 分成四个范畴 分别是经济 法律 道德 有人称为伦理 以及社会对于组织无条件的期望 并发展出三构面的模型 Ackerman他的企业社会责任回应观点 提出企业从事营运活动 增加利润时 有义务要符合社会期许 来回应社会的要求之前 企业应该要评估整体环境的条件 在进行股东管理 致力满足股东的需求 以及在议题的管理上 规划企业决策 以回应改变社会的条件 我们看第四项 第四是1980年代与1990年代 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的 探索期以及整合期 商业道德的危机一是 促使了80年代的学界 开始针对企业社会责任 进行系统化的研究 当时学界的讨论 还是琢磨在 个人管理者的责任 但是学者 Kariga跟Malley 提出商业道德中 共同良善的概念 那么而且这个时期的学者 开始将众多的定义 整合成可以分成 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 表现模型 例如Carol 他的企业社会责任的 四个金字塔概念 那么在西元2000年之后 企业开始将CSR的概念 融入到经营策略 及企业核心的愿景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广泛地研究及提倡 使得企业纷纷将这个概念 与经营的策略融为一体 并将它列为 企业核心目标之一 学者认为 企业在法律与经营经济之余 应该要能够追求长期 对社会有益的目标 既有参与社会活动的义务 也要对社会条件的变化 积极适应 因此 自2000年开始 是企业责任概念的运用 跟落实起 如果我们综合以上所述 我们就可以发现 由于时代的演进 CSR的观念发展 从最早观念的提出 定义 界定范畴 建立衡量基础 模型 探索到分析与应用等等 随着企业活动 影响社会环境的层面扩大 那么使得企业的社会责任 也逐渐地 建许成熟与提升 那么有关于 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 我们星期片刻以后 请江静德 江老师 为各位同学 做详细的一个介绍 企业社会责任 它随着时间的演变 因而它会界定出 不同的社会责任的范围 在1971年 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 就把企业的社会责任 理解为是因应社会规范 价值还有期望 这个时候 并没有提到 企业在法律上的责任 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 用三个同心员 来代表三个层次的 企业社会责任 分别为内圈责任 中圈责任 以及外圈责任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 第一个内圈责任 它指的就是 最基本的经济功能 包括提供产品 工作机会 以及促进经济成长 要达到最基本的经济责任 第二个是中圈责任 就是以内圈的经济责任为基础之外 还必须要考虑以及配合社会价值的变化 来运作经济功能 这些社会价值包括了环境保育 员工关系 消费者权益的这些尊重 第三是外圈责任 强调在内圈 中圈责任的基础的架构之下 企业应该主动积极的来改善社会环境 外圈责任它指的是正在形成 或是尚未定型的责任 包括协助社会解决贫穷 失业 城市衰弱 以及青少年的问题等等 学者波特莱特指出 社会之所以会对企业有这些期望 主要是由于企业有足够的资源技术 以及人才来做这些政府不一定能做 或是做得更好的 有益的功德的这些事情 管理学者卡洛尔 它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喻成一个金字塔 由底部到顶端分别是经济责任 法律责任 伦理责任 与慈善责任 这四个责任它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的责任 首先看经济责任 企业它作为一个生产组织 它应该是要以获利为主的 为了社会提供与生产 合理的价格的一些产品跟服务 是要获得社会的认同 还要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来销售 满足社会的需要 以获取适当的利润 促进企业的生存 成长以及回馈投资者 这个部分是位于金字塔的最底部 表示说这一类的责任 它是所有责任的基础 可以作为其他责任的基础指标 第二层是法律责任 企业可以在社会内进行生产等经济及商业的活动 它必须是要先得到社会的容许 社会它透过了一套管制商业活动的一个规范 规范了公司应该有的权利跟义务 来给予公司一个社会以及法律的正当性 公司如果要在社会上经营 遵守法律就是公司的责任 因此法律责任位在于经济责任之上 第三个是伦理责任 在法律之外 社会对于公司也有不少的伦理的要求跟期盼 也就是说 企业它应该要做公平正确的事情 并且尽力地达到社会的期望 企业也要遵守社会道德标准 包括对消费者、员工、股东 以及社区相关的权利、公益等等诉求 第四是慈善责任 是指不是法律规定的 以及社会期待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要贡献资源给社会 是企业自愿承担能力的责任 一般来说 法律并没有规定企业非要做善事不可 企业虽然参与善事活动 它是出于自愿的 但动机可不一定相同 有的企业是为了要回馈社会 因此它会定期的捐助金钱或是设备 来给一些慈善公益的组织 有些公司它做善事 最主要是要从事公关 希望在社区上来建立好的生育 但动机是非常功利的 这种动机不纯粹的善行 依照义务论的观点来说是不值得鼓励 但是功利论者他们会认为说 只要能够让社会获益 动机纯不纯 根本就无关红纸 因此依照卡路尔他所表示的 慈善责任他等于就是一个好的企业公民 叶宝强教授他认为 这四个责任是构成了企业的整体责任 虽然他分了不同的层面 但是他彼此不是互斥 而且是有一定的关联 这些责任经常处于动态的紧张之中 最常见到的一些张力面 比方说是经济跟法律责任之间 或是经济和伦理之间 当然也有可能是经济跟慈善之间的一些紧张冲突 这些张力的这些冲突最主要都是因为利润 跟伦理所造成的冲突 接下来将时间交给江老师 好 感谢经济老师做说明 那么学者Alkington认为 一直以来主导企业的唯一基线 我们称为bottom line就是利润 但经济证明这并未是企业的正道 21世纪的企业如果要永续地经营 必须要彻底地调整理念 从对单一基线的坚持要转变成三重基线 也就是所谓的财务环境与社会方面的关怀 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 就是遵从三重基线的企业 那什么是三重基线呢 它指的就是包括财务基线 环境基线与社会基线 根据中央大学叶宝强教授的整理 第一财务基线指的是公司经营的经济效益 记录这条基线就是公司每一年向股东交代的 公司绩效的财务报表 也就是公司的盈利或者亏损的财务资讯 它所代表的效益 那么审计财务年报是会计事务所的工作 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 以行之有年的审计程序跟规则 来检合报表的资讯 是否真实 正确及公平 那么现在大多数的审计 都只限于财务资讯 但有少数宣称可以实行 可持续经营的公司 会在财务报表之外 另外做一些环境审计或者社会审计 事实上 有些公司使用生态效率的指标 用以评审公司在经济活动当中的环保业绩 我们看第二项 环境基线 环境基线是公司经营 是否有遵守环境的原则 其主要关心的是 宣称实行可持续原则的公司 是否真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财务基线的主要关心的是经济资本 而环境底线的核心则是自然资本 它指的是怎样记录 及报告自然相关复杂 而自然资本的内容 本身亦有待确定 不过基本上 人们将一般的自然资本 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叫关键的自然资本 以及再生可替代的自然资本 那么环境基线要求 公司活动不要损害 自然资本的可持续性 公司对于那些自然资本 已经构成影响 公司未来的活动 将会对哪些自然资本 构成冲突等等 那么这些所谓的相关指标包括 公司在遵守环保法令 以及标准的情况如何 那么内部环保管理的系统表现如何 能源使用废弃物处理 循环再造 使用生态科技 这些等等的情况 都要做一个评估 我们看第三项叫社会基线 社会基线的重点是社会资本 以及人文资本的保持及其开发 而社会资本包含哪些呢 包括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 建立互惠以及合作的关系能力 如果社会资本贫乏 那么成员之间相互猜忌 不信任 社会难以凝聚共同的目标 因此可持续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不过是个口号 企业可持续经营的成功 必须要靠各个成员的合作 而人文资本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具有关键的意义 包括教育 医疗卫生 营养方面等等的人文投资 这些才能创造高素质的公民 来协助可持续企业的发展 因此 企业可就其专业 在保障人权 废除同工 保护劳工及妇女权益 社区发展 教育及医疗卫生方面等等 做很多方面有意义的工作 而这些活动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 全球的商界完全遵守 类似三重基线的企业 相对之下仍然属于少数 一些比较有名的西方大企业 例如壳牌石油 Levice牛仔库 在这方面都公布相关的报告 其余的大企业 虽然都有出版各种名称的 社会责任报告书 但不一定以三重基线 这个名称作为指标 虽然如此 一份比较完备的企业责任报告 在范围上 大致都包含了以上的主要内容 那么有关于三重基线的部分的概念 我们在稍后片刻之后 要请江静的江老师 为各个同学做一个补充 我们稍后可评 前清华大学校长刘久朗教授 他针对了三重基线的这样的概念 做了更丰富的说明 他认为在英文里面 我们可以以三个P这个字母 来代表这三重基线 第一个P就是人 就是People 第二是地球 就是Planning 以及利润 就是Profit 那以看第一个P 就是People来说 他认为这条基线 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而第二个P Planning 它最主要是说明 企业对环境的责任 第三个P 是利润 就是Profit 最主要是指财务基线 也就是企业对股东 还有员工的责任 为什么在利润之外 这条基线之外 还要再加上 人跟地球这两条基线呢 那么刘久朗教授 他认为我们可以回答三个层次 那就是第一个 应该这样做 第二不得不这样做 第三做了对企业更好 这三个层次 首先我们来看 应该这样做这个层次 也就是要站在伦理道德的观点来说 也就是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这样的概念 因为一个企业的成功 除了股东的投资 员工的努力 还有顾客的满意度之外 还依靠了许多有形无形的一些社会资源 比方说像稳定的货币制度 严谨的市场规范 还有合理的赴税制度 是投资人愿意把资金 放在企业的一个必要的因素 良好的教育制度 能够为企业培养有能力的员工 繁荣富足的社会 优质的生活环境 可以为企业带来广大的顾客群 这些都是企业成功的因素 因此一个成功的企业 不可以忘本 要关心社会回馈社会 这是最自然的伦理了 第二个就是必须这样做 它最主要是要站在持续 永续的一个观念来说 如果一个企业不注意社会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不但企业本身没有办法生存 甚至整个社会 还有地球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 比方不安定的社会 战乱的世界 天然资源的缺乏 生活环境的破坏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企业它还能够奢谈什么利润呢 因此健全的社会 优质的生存 还有生活环境 是提供企业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第三是做了 它就会对企业更好 那因为企业它善尽它的社会责任 不但像之前所说的 企业对社会的回报 还有企业同时也是在帮助 一个企业更有利的一个经济 商业还有生产制造环境 因此善尽社会责任的企业 对企业来追求利润来说 它是有直接的影响的 负责任的企业 它是一个有原则 有能力 而且值得信赖和支持的企业 因此能够制造负责任的形象 它就可以建立投资人的信心 吸引优秀的员工 来建立广大的顾客群 因而增加企业的利润 进一步来说 企业它不但是要对股东负责任 它还要对利害关系人负责任 企业对股东唯一的责任 就是利润的追求 这就是财务极限 那企业的利害关系人 是包括了整个社会 世界 这一代跟下一代 许许多多的人 企业可以为他们来创造机会跟福祉 也可以为他们带来和谐跟快乐 企业可以引发社会的动荡和不公平 那么它会影响到生活的安全跟舒适 甚至它会损害到后代子孙的生存权益 因此企业必须要对它的利害关系人 负起全面的责任 这就是社会环境还有财务 这三条基线 所以三重基线是企业社会责任 概念的一个基础 也是判断企业经营 是不是符合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 接下来将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感谢基政老师 那么当然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 日趋重要 因此国际上十分积极地提倡CSR 那么许多国际组织 非政府组织 以及政府机构等等 都纷纷着手制定相关的纲领与准则 那么鼓励或者要求企业自发性地遵守 并将其实践政策与成果 以编制报告书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公开揭露 例如国际标准组织ISO 美国高盛和摩根斯汀利证券公司 都将CSR纳入评价企业的标准 那么根据经济部所委托的研究案当中显示 他们提到了迪士尼公司 它所做的全球化CSR政策 那么迪士尼公司是全球知名的娱乐事业集团 其全球性的CSR策略包括了六大部分 第一 企业标准及伦理 发布关于工作场所的政策 雇用 训练 平等机会 骚扰 以及歧视 防治等等的相关准则 第二 企业监理 发布关于董事会 经营形态 董事伦理 企业经营标准 股东等相关的准则 第三 社区 主动进行公共服务 慈善捐助 以及在当地社区担任志工的计划等等 第四 环境 在迪士尼乐园的日常运行中 导入自然环境保护 以及资产管理的概念 第五 国际性的劳工标准 在工作条件 安全卫生等等 采取国际性的统一标准 第六 安全 包括主题乐园的安全计划与政策 网络安全 工作场所安全计划 以及乐园安全 商品安全等等 并发布电影中的禁烟政策 但是尽管如此 迪士尼公司还是出现了CSR的争议 这个争议呢 我们请将近这样的时候 为各位同学做进一步的说明 好 关于香港迪士尼 它所发生CSR的争议呢 在2005年的夏天 着眼于中国潜在的广大市场 迪士尼它在香港成立了一个迪士尼乐园 然而有别于它全球性的CSR政策 香港迪士尼在设立之初 就发生了很多CSR的争议案件 例如第一个 在香港迪士尼之内 它的内部的饭店餐厅贩卖了鱼翅 第二 在香港迪士尼餐厅开源之前 它围捕扑杀了约40只的流浪狗 第三 香港迪士尼和全球迪士尼相同 每天晚上都要放烟火 但是在美国的迪士尼 它采取的是最先进的无声烟火技术 但是香港的迪士尼 因为每天晚上施放的烟火 它所造成的噪音污染 而遭到附近社区居民的抗议 第四 香港迪士尼内部的工作员工 为了要达到全球化一致的水准 在开源之前就必须要到美国去训练 然而这些训练的课程却被内部的员工投诉到不公平的对待 另外一方面 开源之后很多女性员工也只能穿裙子 但是在其他国家的迪士尼员工却可以穿裤子 最后在劳动契约方面 香港迪士尼虽然它跟员工签订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 这个劳动契约可是却声明只有英文版本才是有效的版本 第五 在制作香港迪士尼园区所贩卖的产品的时候 发现这些T恤在供应链上面 是在中国的工厂是大量的使用同工 接下来将时间交给江老师 好 CSR当然并不是只有对企业经营的绩效负责 而且还需要对企业所处的环境资源 社会文化 社区经济等等尽最大的责任 倘若企业能够负担社会的责任 那必然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 进而创造更多的利润 提高本身的价值 因此如果要有效地吸引企业的经营者管理阶层 以及其他的利害关系人 包括股东以及员工等等 那必先要有效地分析企业推动CSR的利益 以及如果不推动CSR的风险 那透过分析将能够有效地诱发企业发展CSR的动机 目前大部分的国家都提倡CSR的概念 那么认为企业领导者应该凭着伦理的判断 衡量企业的能力 以及平衡内外的利益等等 那评估从事适当的企业活动 以确保企业创造价值的宗旨 并且要兼顾社会正义与环境效益 遵守法律规范以及实现社会期望 才是永续发展的关键 那么这是CSR的争议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下回见